从三月份开始 全台各大学陆续举办校园征才博览会 率先开刨的台大厂在昨天露幕了 吸引不少企业都到现场招募人才 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发现 其实最近三年 大学毕业生的正职工作 起薪中位数为三万两千元 其中又因为AI科技相当火热 因此在各领域当中 以工程学群的起薪中位数 三万五千元是最高的 但是专家也表示 就读其他学群的学生 像是从事金融法律等等的相关产业 同样也有机会创造高薪 校园真材博览会落幕 除了台积电祭出高薪 友达电子也开出硕士新鲜人 起薪最高可达七万五千元 博士九万六千元的职缺 延览优秀人才 只不过看看这些高薪职业 大多都在工程或是资通讯学群 就读其他类似的学生 会不会有点羡慕 他有那个能力可以赚到这样的钱 如果科技也有收行销的人才的话 还是得先找个工作 比较实际一点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最近三年大学毕业生正职工作的 起薪中位数为三点二万元 若以不同领域区分 其中工程学群 起薪中位数三点五万元最高 其次是资通讯三点四万元 商管及社会人文都是三点二万元 而各领域当中 起薪中位数较高的高薪职缺 则包含工程和资通讯领域的半导体设备工程师 其薪中位数有四点三万到四点五万元 商管领域的查账审计人员三点八万元 社会人文领域的社工人员三点五万元 至于其他学群的新鲜人 如果也想追求高薪 应该如何降低薪资落差 虽然高薪产业人人趋之若鹜 但探索自我价值 找到适合的工作 同样也能发挥成才 接下来留区黄秋明台北报道